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 终日对决 第一场比赛 陈梦 王曼玉对阵早天希娜 张本美和 显然 日本队是有备而来 想要在双打层面拿翻 所以 比赛比想象中要艰难多了 日本队持续施压 两度领先 梦雨组合则两度追平 到了决胜局 陈梦 王曼玉一度5比9落后 但连得5分反而率先拿到了盘点 之前 国平男女团一盘不丢 所以梦雨组合自然不想成为首个输球的人 他们坚持到了最后 12比10艰难拿下 年仅16岁的张本美和庆祝早了 关键分上 国平依然相当给力